赵丽颖和冯绍峰承包了10月16日,一生间的狗粮,除了直接筛结婚照之外,二人才点公布也是甜蜜麻奶,之后,二人领政现场图曝光又是一波狗粮,再然后,冯绍峰还特意为赵丽颖办了生日宴会,二人甜蜜相拥又是线杀旁人。 有多少单身网友对这儿人持续的甜蜜承受不来,和赵丽颖冯绍峰比起来,圈内另外一位也在16日生日,那女性就低调多了。 她就是实力派演员袁泉,16日是袁泉41岁的生日,不过,向来都很低调的袁泉一如既往的保持了低调,不过,袁泉的老公下雨,还是送上了专属甜蜜祝福。 虽然只有生日快乐简简单单四个字,不过佩图确实让人羡慕啊。 照片中的夏宇和袁泉面带微笑前面相对,鼻尖相碰,二人手中的蜡烛,组成了二十个字样。 虽然袁泉是素颜出镜,但是已经41岁的女神仍旧保持着美貌,年少成名的影帝夏宇和七朵金花,之一对袁泉,一直都是圈内公认的模范夫妻,二人都是实力派。 而且她们在演艺圈的成就大家有目共睹,不过,二人一直都很低调,除了影视剧作品之外,似乎很少能见到关于二人的新闻报道。 她们连综艺节目都很少参与,去年,袁泉和曼伊丽共同主演的《我的前半生热播》时,就有不少网友惊讶于袁泉们保持如此好的状态。 如今看来,女神的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的状态都处于极佳的状态。 前几天,袁泉在米兰时装周上的表现,简直掉打一片同龄女星,袁泉和夏宇手里的二十对二人来说意义非凡。 因为她们已经分分合合,走过了二十年的时光了。 从一九九六年相识到九八年互生爱慕之心,再到一九九九年正式交往,袁泉和夏宇一直都是身边同学羡慕的对象。 不过,袁泉和夏宇的这二十年走得并非一帆风顺,二人在相恋了六年之后出现了感情裂痕,之后,夏宇和范冰冰,高原原分便传出恋爱绯闻, 到了2007年初袁泉和夏宇正式宣布分手。 不过,不久之后二人就高调复合了,同年十月,二人参加第十六届经济百花电影节,之后,二人被拍到共同返回住处,引递夏宇和当红花但袁泉的感情恢复如初。 2009年八月底,经过十余年恋爱长跑之后,袁泉夏宇奉此成婚,并在此年三月底生下了女儿。 尽管二人在恋爱和分手期间,夏宇都和其他女星有恋情传出。 不过在婚后,夏宇再也没有过类似绯闻的出现,也因此,二人一直被称为魔法夫妻。 如今,二人已经携手走过了将近二十年。 夏宇和袁泉近些年的作品数量并不多,但是质量都很可靠。 希望两位能为大家呈现更多的优秀作品,主缘全女神生日快乐,青春永驻。